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接下來這個星期六 容共與清黨到第十九集 今集內容主要說 國民黨的中央監察委員 提出彈劇共產黨分子的提案 提出這個提案之前 跟蘇俄的顧問豹羅亭 講數講了兩個半小時 這兩個半小時的結果是不歡而散 兩個半小時內說些甚麼 我們有一些原始資料 對話的摘擾非常精彩 大家記得留意收看 這個星期六十點容共與清黨 和蘇俄環保 MyRadio強勢推出獨立付費節目 贏爆全世界和動物射馬 大家要記得 要在獨立付費節目的結帳版面 輸入正確有效的Gmail電郵地址 多謝大家支持MyRadio 全新的獨立付費節目 第3節 我想說一下中共十九大 因為還有一個多星期就要召開 這個關乎未來這五年 整個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走向 和人事的變動 但是可以預期 習近平仍然可以在這次黨代表大會裡 樹立他這個中國共產黨核心的權威 形成一個一人領導的格局 由過去江澤民時代到胡錦濤時代 這個所謂寡頭獨裁集團 現在慢慢過度成為一個一人獨裁的政治體制 可以預期的 未來這幾年 從過去這幾年 習近平在樹立他個人 無論在軍隊 在黨裏的權威 都足以證明 他是要走向一個 一人領導 或者一人獨裁的局面 就要和鄧小平和毛澤東必妙頭 但是習近平可不可以做到 好像毛澤東那樣 不守任何人節制 就算鄧小平一言而為天下法的時代 他都要受到一班 和他同期的政治老人的節制 包括陳雲 這個陳雲大家忘記了 記得現在這個陳雲 這個陳雲厲害了 這個真是對鄧小平 是構成一個制衡的作用 當年 鄧小平一言而為天下法的地位 他都尚且會受到制衡 你習近平一個沒有軍工 完全沒有軍工 毛澤東 鄧小平 毛澤東也可以說是紅軍 創立 鄧小平也是軍委會主席 當軍委會主席的時候 之前他也是有軍工的 是嗎 二野的政委 淮海戰役 即是說 尤其是習近平 第一是沒有軍工 第二是他登上大位之前 沒有顯黑的政績 是嗎 胡錦濤也沒有 胡錦濤也沒有 但是胡錦濤 真是鄧小平 隔代陰點的接班人 是嗎 是嗎 江澤民也是林毅壽命 那時候六四 都是上海市委書記 是嗎 你沒有顯黑的政績 是嗎 一直都是做地方領導 這樣上來的 是嗎 好了 在他第一任裏面 是不是因為他這個反貪腐 那個除惡無盡 而令到他可以得到 現在的權力和權威呢 是嗎 然後整個中共 要賦予他核心的地位 是嗎 是嗎 這個真是 要令到很多那些 所謂中國問題專家 外國那些全部 跌破眼鏡 是嗎 一個沒有軍工 在政治上 在政績 沒有顯黑政績的人 這樣 竟然他做到 他前兩任都做不到的事情 習近平 胡錦濤都做不到 當然他上一任這十年 這個總書記 這個最高領導人 真是容辱無能 四個字 可以形容的 是嗎 那十年 是嗎 他又不會很 很獨裁 也都不到他獨裁 他是一個寡頭獨裁的集團 不可以容許他一個人 是嗎 你 毛澤東之後 你共產黨最高層 都一直會受到制衡的 鄧小平就受陳雲的制衡 江澤民也都受鄧小平的制衡 是嗎 至於胡錦濤 亦都更加 即是受到很多人的制衡 這樣 唯獨是你 習近平這五年 因為你雷厲風行 這個反貪腐 拔了很多你的政敵落馬之後 你現在沒有人可以對你有制衡 但是接下來 接下來 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 就是一個中國獨立的政治評論家 叫鄧律民 應該是叫做 他寫了一篇文 鄧律民 律就是這個 背律名那個律 是一個中國獨立學者來的 自由寫作家 自由寫作 他有一篇文章 就是講這個習近平的 我覺得他 他裡面有一些論述 是相當有啟發性的 他就說 一人領導時代 對中國未來五年的三個判斷 一人領導時代 他確定了 這是一個所謂一人領導時代 他說有三個判斷 第一個趨勢判斷 就是中國進入一個 或者叫做中共 進入一個一人領導的時代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當然這個一人領導的時代 主要就是 習近平在他這五年裏面 很成功令到 他可以被列入這個所謂核心 然後十九大會鞏固他這個核心地位 這個一定 然後 所有的人士 基本上是他完全可以主導的 大家看到孫政才的羅馬 當孫政才很明顯 他一定是溫家寶那系的人 他不是直接是習近平系 應該都是隔代交班 隔代 就找家寶 他們那一代人要交人出來 孫政才很明顯就是 李胡春華就是團派 很明顯一定不是 資剛系 一定不是這個集系 他拔了下來 陳敏爾上 陳敏爾上回他那個位 很明顯就是十九大 陳敏爾就是習近平的嫡系 那就是在這個十九大的人士那個部署 那就是完全習近平可以主導的 所以 而且西瓜靠大邊 你看軍方也是的 先講政治方面 就是大批那些 就是向習近平輸誠 或者表示忠誠那些 這個真的有些像當年毛澤東 大家要山夫萬歲 好似的 製造很多這些輿論 寫文章 完全是一個個人崇拜 這個是毛澤東時代的復辟 基本上是 所以一大批這些對習近平輸誠的幹部 全部就上了位 其中一個就是陳敏爾 去中央委員會 甚至入政治局 在十八大已經是這樣 就是中間有人落馬 是不是 有人上回去 那這些就全部換了他的人 上去 是不是 這個陳敏爾 絕對是習近平的親信 那大家 這個直接 就是你 你上網找回他的資料 你就已經很清楚了 他入選政治局常委 就是 如果他入選 就是在整個政治局裡面 除了李克強 其他那些全部都是習近平的人 李克強就拆不了他 始終都是 你和李克強都是 因為隔代陰點的接班人 那是一個政治協商的結果 你是太子黨 他也是團派 很明顯的 但歷來的中國總理 以這個是最低調 他管什麼我都不知道 原來都聽不到你 那時候溫家寶 是出來了 朱鎔基 朱鎔基 他全部都出來了 在江時代的朱鎔基 也出來了 胡錦濤的時候 溫家寶也出來了 那二十年 這兩個人 尤其是朱鎔基 因為口舌變級 一個變才無外的人 大家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那你習近平 大家對他的印象都很模糊 那這幾年當然是清楚 加上大家在那裡查鞋 那你媒體的效應就出來了 一定的 你掌握整個宣傳機器 是吧 現在幫他出書 賣幾百萬賺 何毛澤東這段報道也是 是吧 那這個就是一個 另外第二個觀察 就是你將這個 不是 即是說他一人領導 除了他那個人士 是他主導之外 第一 第二就是那個思想 寫入黨章的準備 就是之前我們講過 會成為中國的主導師 但是這個很大疑問 你有毛澤東思想 但是你有什麼習近平思想 你一帶一路不可以 現在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就是馬列毛 是吧 那如果你寫入黨章 那你就 毛澤東思想 馬列主義 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理論 江澤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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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書記系列,還要講話精神和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上新戰略 很長的,沒得,不要點符號的,再讀一次 一個句子,這就是中共文獻的特色 十九大要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還要講話精神和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上新戰略 這一句,這一句可能要將它列入黨章 這個真是很厲害,但是要講些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不寫入黨章 剛才我講的一句話,8月31日政治局會議通過 這一句說話,你不將它寫入黨章的話,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 那你就沒有辦法和習核心的地位吻合 所以一定要將它寫入黨章才行 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究竟會不會將這句說話寫入黨章 這就真是很好笑 第二個,所謂一人領導就是這樣 第二個趨勢判斷就是 那個政治環境和意識形態會進一步嚴格 就算去到最好,都是現在這樣的情況 原地踏步 這個趨勢可能更惡劣 互聯網 更惡劣 即是說會收緊的意識形態 對社會或整個政治環境 會比以前更加… 封閉 更加封閉 但是其他的經濟或者其他娛樂 就任你搞 對不對? 你真是不得亂說亂動 這個… 如果… 這個… 一人領導地位 確定了下來 第二步就是這樣 整個… 未來中國的發展 那個政治嚴寒 出現這個政治嚴寒 當然啦,有些人會很樂觀地看 如果未來這幾年 習近平可以真真正正掌握到 就是全局啦 其實前那五年 他都是… 有些人覺得… 都是很辛苦的 跌跌撞撞 要清除很多障礙 但是未來這五年 就應該相對比較穩定 是吧? 因為… 就是大局已定了 是吧? 所有的障礙都掃除了 這樣的話呢 有些人就會有一個樂觀的看法 可能未來這幾年 整個政局呢 因為安定了嘛 那他就會放鬆 對那個… 社會的… 管控啦 或者… 那個政治環境可能 都是寬鬆的 有些人會真的這樣樂觀看法 包括海外一些人 他都大局已定了 黨政軍一把爪 那他可能就會鬆一點 但是這種觀察是錯的 這種判斷也是錯的 理由很簡單 他用千方百計 就要鞏固自己一人領導的地位 是吧? 他怎麼可以放呢? 他怎麼可以寬鬆呢? 在政治上 如果一寬鬆的話 很多缺口被打開 他的地位就不保了 很多潛在的反對 邏輯上都有問題的 我們現在這種觀察和看法 是綜合各方面 和現在看到客觀的事實發展 是這樣的 然後才有這種觀察 是吧? 我大權在握 就是寬鬆的 是吧? 這是不可能的事 是吧? 所以會進一步 社會和政治環境 會更加嚴峻 是吧? 另外呢 就是說 大家比較關心的是 整個經濟發展的問題 未來這五年 那個經濟發展和現在相比 是吧? 因為他在政治上 已經完全可以掌握到 是吧? 在經濟方面 就可能 會被政治 寬鬆 相對來說 是吧? 為什麼呢? 這個其實 具體的說話 就是 我大權掌握 我在改善民生 出眾經濟那裏 做多些事 我的地位更加公平 而中國的漁民 就更加 有飯吃就可以了 是吧? 喂? 經濟又改善了 民生又沒什麼問題 你真是 幸好有他一人獨裁 反過來 這個就跟中國的民族性 跟中國人的質素有關 所以 所有 對中國這些極權統治 不滿的人 特別是在中國以外的地區 你真是要有些耐性 這個真是中國有歷史以來 最現代化 最有組織的一個專制統治的體制 當然 這個所謂中國夢 習近平的中國夢 還是他自己個人的夢 會不會實現呢 未來五年 未必可以看得到 我覺得 五年後怎樣呢 別人又要問 五年後 你是不是繼續要做核心呢 這些功打一輩子 這些職位 你怎樣下台 你怎樣退休 怎樣放棄權力 一放棄權力 你以前的對手 你以前動過的人 都會回家 除非你殺了他 在這個 中共的政治語言裏 有一個兩個一百年的說法 這個兩個一百年的說法是什麼呢 就是 這個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 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 這個構想最初就是來自這個鄧小平 鄧小平在上一世紀的八十年代 就提出一個所謂三步走的戰略 其中提到在本世紀初 就是實現翻兩翻 在這個基礎上面 就再發展三十到五十年 就可以接近這個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 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 就是指中共成立一百年的時候 全面建成一個小康社會 新中國成立一百年的時候 基本就實現現代化 就是二零四九 就是兩個一百年 第一個一百年 中共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 即是二零二一 二零二一 這個就是全面小康社會 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 就是二零四九 就是基本上實現全個現代化 即整個中國就是一個現代化的中國 這個就是兩個一百年 一個是黨成立的一百年 一個是中華民國建國的一百年 現在是六十八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國一百年 這個兩個一百年就是這個意思 就不是一百年之後再加一個一百年 最早就是源自鄧小平的說法 第二個一百年 對於習近平來說 香港就相當遙遠 因為你要到二零四九 二零四九 他都應該打了柴 照計說 沒打柴 都沒理由再搶拳 除非像毛澤東 這些就是做到死為止 他退不到 他今年都成六十多 但是第一個一百年 即是說 二零二零年 就可以實現 二零二零年 正好就是他第二個任期裡面 屬於 現在是二零一七 再過五年 接下來的五年 他那個任期 就是二零一七至二零二二 你中共建黨一百年 實現全面小康社會 就是二零一年 剛剛在他任期之內 他就真是封功偉跡 歷史流明 明白嗎 這就是習近平的夢 也是所謂的中國夢 是吧 這一個短期的目標 當作這個奮鬥的目標 可不可以踏成就要看這幾年 是吧 所以如果 真是在公元二零二零年 中國就變成一個小康社會 那那個功勞 全部都是習近平 現在 如果當時他身體狀況 只有幾歲 剛剛過七十 沒有多少 他可以繼續 又可以獨裁都五年 但現在 因為之前是規定要下 過了那個年齡的數目 那他就要改過那些東西 沒有的 那個不是寫在憲法裡面 默契 又不是寫在党章裡面 那時候九個常委 為何變成七個常委 誰有權 就是誰說事 這個世界 現在這種所謂隔代接班也好 這種權力承傳 又是習近平 那時候是鄧小平 因為他自己身後 他不想為你的權力承傳 會變成一個很慘烈的權力鬥爭 他就要讓你有一條這樣的路走 他也算是厲害的 說就說 但是 那怎麼辦 現在你可以這樣做嗎 所以大家都還是一個問號 說回來 你又沒有軍工在政治上 政績又不顯刻 為何今時今日可以做到一人領導 這個就真是 你在政治理論上你有甚麼建設呢 當年毛澤東發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你有甚麼理論上的建設 有甚麼意識形態上的重要貢獻呢 我真是想不到 再說經濟上 經濟成長 所謂的全面小康社會 根據2015年制定的第十三五計劃 即是第十三個五年計劃 即是由2016年至2020年這段期間 即是平均的經濟增長要去到6.5% 那行不行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反而在經濟上 即是未來這五年 就可能有很多變數 他要保持著這個增長的速度 那很快就 平均6.5% 平均6.5%很厲害 一個這麼大的基數現在 即是未來五年是平均6.5% 還要不要灌水 即是 即是我最近看很多 即是講中國經濟發展 即是那些預測的那些文章 即是那些預測的那些文章 即是很多經濟學家 包括大陸 即大家都不是很樂觀的 即是未來這幾年 即是 這個還要 希望 即是 世界無事 你不要突然間 即是 世界很難無事 即是 即是肥仔擦槍走火 即是全部都要寫過了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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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香港我們就說 唉 好像 周圍都不與我們無事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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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達到全面小康的指標呢 是一個問號 簡單幾句話就說了 但是 他這個一人領導的地位 在十九大日絕對百分之一百可以確立 不會有什麼變數 但是接著那五年會不會出現一些 就是 什麼的變動呢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了 那當然如果他整個人事的安排 是全部都可以由他自己一個人掌控的話 那就沒有人會造反的 是嗎 就是跟之前不同 之前他出現周永康 有時候江派什麼的 這些問題的時候 就是因為他還沒坐得穩 是嗎 那他可以 就是 現在大家都很奇怪 是不是真的通過一個這樣的反貪腐 就真的可以樹立了這個集合新的地位 接著還要跨越五年 再五年可能 是不是 那這個就真的不知道了 但是如果十九大 開完之後 七個政治局常委 除了李克強 全部都是他的人 這樣就已經 是不是 你看 十八大不是的 是不是 十八大那個是 即是江澤民仍是有影響力底下 各種勢力的可協 即是那七個常委 是不是 那當然現在有些是舊旗就要走 是不是 那你就實實要走 張德江 余正星 這些 張高麗 全部都是要收檔的 那只剩下兩個可以留任 如果按照之前那個 就是 王岐山也要走 是不是 然後他用那些全部 譬如你胡春華雖然是團派 但是 去到這個所謂一人領導 或者列入黨章 就是這個黨的核心的話 你便全部都沒有得動 全部都歸邊 所以基本上在政治上 他已經可以樹立一個一人領導的地位 然後就再把這個習近平思想寫入黨章 就更加鞏固他那個所謂習核心的地位 然後 沒有什麼人可以做到反了 未來五年就一定是集帝 由習近習總書記就變成集帝 表面上是穩如泰山的 表面上 好 我們今天節目到這裡為止 時間到了 11點半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myradio myradio一式上傳 我們都會繼續奮鬥 為何我講得這麼嚴重 是呀 嘩 用什麼被人罪了 多少人想你死 拜拜